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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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2003年的時候 有一個國內的大賽 在我們的那麼多組合 那麼多師兄弟當中 挑選一隊比較穩定 我們現在有潛質的答當 去參加那個次比賽 為了那次比賽 我和我答當師妹和鄧田安 足連了三個月 早上、晚上和下午三月 不停操練、穩定、攻擊難度 因為我們是有武術基礎 所以我們在那時候 創了幾個 在那時候的年代 是比較高難度的 如果其他師隊 如果沒有武術風底的話 是做不到的 會反彈 像是前空班陸裝 或是前空班陸裝 或是前空班陸裝 在前空班陸裝 這些都是比較高 大難度的經驗 的動作 為了那次比賽 我們足足普通 創了三個月的 合股訓練 終於 團長挑選到我這一隊 那次說我們真的 很高興 足足 我和他有足足 有三萬分獎 在那次比賽 後面 通過那次比賽 又是很運氣 神神秘秘秘 完成 整個套路 在體盤 整個場面 很震撼 最後獲得了冠軍 實際上第一次獲獎 第一次獲得冠軍 心情不說得多開心 真是自己也想不到 第一次上賽場 第一次起賽 獲得冠軍 對自己日後會有很大的幫助 成就感 其他事情 代替不了 經過那次比賽 回來 不停操練 參加國內的小小比賽 第二年 2004年 德國馬利西亞 駐飯坡 邀請我們以思慮 過去參與比賽 告訴我 消息 還未踩過國門的山村小孩子 說聽到可以坐飛機 可以踩國 有多大一個人 沒有多大開心 在我們的島上 不單止這麼小的小朋友 我們父親和爺爺那一句 未踩過國門 未坐過飛機 都不知道飛機是什麼樣子 讓我們這麼小 參加武士團體 可以 有機會 有機會 有機會坐飛機 對比一個小朋友 農村小朋友 來說是一件 非常明顯的事情 那次 因為第一次去出獄比賽 那時候 買的 很愉快 心情 又緊張 又高興 那次 因為以前的梅化妝 是自選的 那些規格 有少少 跟我們睡的屋 那些是有差別的 光線 光線 高低 也有少少差別的 所以那次 是失誤了 我實在第一次 嘗試了 失落的感覺 回來 無精打采 都會質問自己 為何會失眠 平時 睡不著 好 為何 第一次出獄 這麼大的賽事 為何自己 會失眠 自己都有一段時間 心情都低落 後面 又通過 部門的 大賽 我們 重拾 深深去參賽 那次 由 曹獲 冠軍 第一名 就 奠定我們的 武師 真的要 虛心學習 看到別人的 優點 我們要虛心學習 每一個動作 每一個世界 學到 是屬於自己的 後面 經過那次比賽 中國老師學會 看到 我們 可以代表中國 代表隊 去國際上 去參加比賽 同年04年 馬來西亞 雲鼎 是 一定會成員的 來 我們再來談談 中國比林堂 裡面的一個小伙子 就是阿班 阿班 是 比較後期 才 拜入我們四門 當時是 馬來西亞 雲鼎 增加了 多一場的 國際賽 因為當年 就是我們 馬來西亞的 旅遊年 所以 雲鼎就加差 過了一年的這個比賽 那麼在比賽的過程中 當時的阿班呢 就是 代表著中國的隊伍 來到我們這裡 拿到冠軍 然後其實這個冠軍 是雙冠軍 當時的冠軍是 分數是一樣的 一樣的 就是他跟關心工的分數是一樣 所以也給我另眼相看 那當然 這段時間 到他跟我 怪助師們這段時間 我對他有多次看到他的 武師的比賽的表現 當然 這些表現都是他個人的鼓勵 在個人鼓勵裡面呢 他就有一個好處 就是我為什麼會對他特別呢 因為我身為在這個 試探上的幾乎的比賽裡面 我都是属於這個 所謂的裁判長 所以當我在評分裡面 我對他就有特別的注意 每一次比賽過後的時候呢 我從中都會跟他講出 他的優點和確點 從中來引導他 當然他就會去接受 在這方面 我們回到這裡 不停訓練 不停長遠 試一種難度動作 去看光調 看別人的群隊 有什麼難度動作 我們可以吸取 夜淡 好像04年 去到馬來西亞 又是 非常幸運 非常幸運 第一次在國內 取得了冠金武座 得了東方世界獅王的稱號 回到當地政府和周邊的司隊 獨佔了 升起了一個熱潮 Dark方世界獅子 你增加了冠金駆 出海天六川 畫面 霍金尼十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